我是 其實我來念我覺得很久 就是這個大陸殘莊的心理 可能比剛剛絕對發言的領居朋友 離這個直擊延區來更近 加外出直擊 所以其實 其實我剛翻來這邊對這案子 就是感到沸騰的狂恐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激動 首先剛剛蔡部長提到 因為蔡部長是前交部長 所以我特別注意到的是 你提到這個直擊延區 你們打算在後方開一條八米的道路 其實就我的了解 是這個大五山莊後方的 運動場跟警車場 現在是已經有一條 連外道路可以到的 所以我對於這條八米道路 它的用途是感到 是感到非常的疑惑 請問你們 北方的園區 它裡面是有停車場的設計 還是說你們是打算 要運用現有的 大陸山莊後方的停車場 來做為你們的訪客的停車用途 因為各位其實一直把這個環保 集中 重點集中在水土保持的上面 其實其實 其實實際的人區是屬於這一塊地的 最低瓦的地方 水土保持這一點我們是不太擔心 因為這假如說是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這是各位的意願 這應該跟我沒什麼關係 那這個 這可是大陸內閣會比較擔心的問題 那我們上面其實不擔心 但是其實我非常擔心的是 這一點它的開發對我們附近的這個環境 造成的空氣跟 空氣跟噪音的污染 我對這方面是有比較大的疑慮 那另外這條道路呢 是不是會造成說後方的 後方一連串的保護區 會有繼續開發的這個情況 這也是一個 這方面一個很大的疑慮 那這是不是也可以 請各位回答一下 謝謝 好謝謝 謝謝三個明明 你的聲線 你太出手了